各位好 我们简单帮第二场的优化HIV治疗的论坛 做一个回顾总结 那这一次第二场的论坛主要是针对药物的耐药性考虑 那首先是第一位讲者 Dr. Maserin 他跟各位分享的是 整合梅医治剂的耐药性的最新研究进展 那在整个内容当中 其实Maserin有提到 就临床试验的资料而言 DTG和BIC 它都具有非常高的耐药性的屏障 即使在试验当中治疗失败 也没有发现到耐药性相关的一些基因的突变 然而在真实世界当中 我们在实际的治疗 还是有可能会看到 整合梅医治剂的耐药性的出现 这有赖未来的一些持续的监控 而他也分享了在法国的资料整理当中 整合梅医治剂的耐药性出现 它可能会和治疗失败时候的病毒载量较高 或者是病毒的亚型 不是V型的状况之下 会有一些明显的相关性 那么在病毒已经控制稳定的个案当中 如果说过去个案含有M184V的耐药性点突变出现 那我们知道这个会让3TC治疗失败 那一旦出现这个耐药性的突变 那可是患者的病毒载量呢 已经控制非常稳定了 这时候即使是转换到 新一代的三种药物合并的药物的单定处方 比如说ABC 3TC加DTG 或者是TAF FTC加上BIC 那么并不会影响到后续稳定控制的效果 最后Mustarin也提到了长效行针剂 CAP和Reoperin的临床研究 那整个长效行针剂 八周打一次来看的话 效果是有效的 但是在病毒治疗失败的时候 却有可能有Reoperin 或是整合梅医治剂的耐药性胃点出现 大约1% 主要可能相关的因素 有基础值就带有Reoperin的耐药基因 或者第八周的时候 RPV的药物浓度较低 以及比较高的身体质量指数会有相关 那第二位的讲者呢 是泰国的学者Dr.Rox Ronson 那Rox Ronson的话 他主要是分享HIV耐药性临床应用 在亚洲的更新 首先谈到亚洲感染的状态 那以及在HIV患者身上 耐药性出现的原因 很可能跟原生性的抗药性 那本身药物的特性 特别是耐药性的屏障高或者低 那以及药物动力学 是否长效型的比较长的半衰期呢 会影响到患者在顺从性不好的时候 容易面临到单一药物 曝露在体内的一个状况 于是会造成耐药性容易出现 那他也分享了在亚洲许多的资料 不同种类的药物呢 耐药性的盛行率 其中包含了印度 泰国 还有中国等等 那中国因为 浮原非常非常的广大 因此在不同的城市当中 也看到不一致的资料 例如北京和上海的 耐药性的分布不太一样 但整体来说 都是以NNRTI的耐药性最高 其次是蛋白免疫制剂 再其次是NRTI的耐药性的一个分布 那如果是新一代的整合酶液剂呢 整个耐药性的比例都非常的低 在亚洲大概都会小于2% 那最后也根据台湾 洪建青教授的资料显示 如果说在其他处方 在稳定状况之下 转换到整合酶液剂的处方呢 依然可以维持很好的疗效 尤其是NNRTI转换过来的情形 非常的良好 最后是由我个人跟各位分享 DTG在有治疗经验的患者当中的 最佳使用 其中主要是因为DTG 它有非常高自身的 高耐药性的屏障 那对于HIV病毒治疗失败的个案 也发现了在东宁的研究当中呢 DTG它跟洛匹纳维的比较 只要是NNRTI的处方失败 转换过来 含DTG的处方搭配适当的骨架药物 会明显的效果优于洛匹纳维 在搭配骨架药物 那如果是在未曾使用过 整合酶液剂的个案 面临到药物治疗失败的时候 根据C-Lin研究 那会显示抑制病毒药物的效果呢 DTG会明显的优于Rategravir R-A-L 那最后是在明确曾经使用过 第一代的整合酶液剂剂 像是Rategravir 或者是Albitegravir 也就是Gemoya 那如果有面临到病毒治疗失败的时候 很可能会带有一部分 整合酶液剂的耐药性 那根据Viking3的study 将DTG的剂量提升为 早晚各50毫克的时候 也可以达到有效抑制病毒的效果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第二场论坛当中 整个分享的一个内容总结 谢谢 谢谢